5月22号给大家拔出来连根拔起的这个绿额 给大家更新一下 到目前只是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当时就只剩两片叶子了 其中有一片是这个 就已经当时可能就已经黄黄了 然后还有一片更老的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所以其实这后面的这个 一二三四五 后面这五片应该都是之后新长出来的 就是四个月长的五片 我觉得还是挺高产的 然后这边又有一片马上新叶要出来 一共呢是六片叶子 每一片叶子状态都越来越好 一开始是最先出的应该是这一片 就很小 然后也有一点黄 然后再来一片就有点叶畸形了 然后再往上呢 就是这一片 它也有一点就是缺陷了 然后后来连着两片有一点叶畸形的叶子 就是皱巴巴的跟别的不一样之后呢 这一片开始就是比较好看的 最新的这一片呢 就是大小也慢慢的恢复它的就是一般的状态了 我觉得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 然后它就是镜之前给大家看过就是非常的粗壮 它每长一片叶子就会有一个这个生长的这个纹路 有点就像那个叫什么年轮树的年轮一样 就是一片一片这样一节节往上长 然后呃之前没看过视频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找那个5月22号的视频 一个月之后 我有做一个更新 就是大概6月20多号左右有一个更新 但是就是从这个一直到这个底下 它这个镜就很长的那个 镜都在这个图里面 所以它如果比如说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再往上长很高 我可能就要考虑就是给它切分段了 因为我找不到比这个还要高的棚了 这个棚是本身就是比较高的了 再去往高的找很难找 所以如果它还是就是长的接着往上长 可能明年的春天就得把它砍头切断 嗯到我再说吧反正 好了就给大家东西到这里了 我觉得它的恢复是不错的 之前那个四个月前那个视频呢 就还挺多小伙伴说 你那个旧的根系没有去修剪它 你就给它种回去 然后它会烂根啊 会影响它生长什么的 我觉得确实可能有影响一点 因为有几个小叶子都畸形了 然后一开始的叶子很小 但是就算你每次换盆 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就它会有一段适应的时间 所以我也不好说 到底是因为旧的根系没有剪呢 还是因为它就是要一个 重新生根的这个 重新发展和适应的过程 嗯但是反正它没死 就长得恢复的还可以 就我们家的植物 很多都是靠它们自己坚强 我觉得嗯这个还是挺坚强的 可能因为它也比较老了 它也知道它的主人 就是对它就是 你知道吧 你只能靠自己努力啊 好了今天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 然后可能明年吧 如果要给它砍头的时候 到时候再给大家更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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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